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 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叶思敏 两岸大事国际震惊 军事脉动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节目一开始我们欢迎嘉宾 首先欢迎陈立伟 孙大千委员 大家好 台大哲学系教授院局正老师 思敏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彭华干 华干哥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观众朋友 今天节目一开始 来看到俄乌战线的第一战线 现在美国的准总统川普 所清点的未来会来担任白宫的 国安顾问的就是这位了 瓦格兹 瓦格兹在11月24号这一天 特别表示新一届川普政府 会在明年的1月开始 就会正式地来着手乌克兰的冲突了 川普希望透过谈判 来解除这一场战争 另外他也特别提到了 欧洲国家应该成为 谈判过程的一个关键 也就是说不管是美国 包括了美国在内 所有的盟友和他的伙伴 都必须要承担 这个重担 基辅独立报11月26号 这一天也特别报导 这边公布了最新的民调 美国民众现在对于 到底要不要继续地向乌克兰 来提供这一种军事援助 现在内部我们可以看到 看法其实是相当的分歧的 目前其实我们看到 超过51%的受访者 都表示反对了 不希望再继续地援助乌克兰 我们看到川普团队 给出了结束俄乌战争的 一个时间表的 岳老师如何看 另外刚刚提到的这位 未来会入主白宫的 瓦尔兹 他也提到川普非常担心 这个俄乌战争生 即将做到底 对川普有好不好 有没有力 接下来在这场战争当中 欧洲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是促谈吗 还是继续地协助乌克兰 不管在金钱啊 人力上面等等 岳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是川普这一次大选 获得全面胜利的一个 最明显的一个证件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曾经说过 就是说如果他当总统 不但不会发生这场战争 其实他重新当选以后 这场战争会在24小时内结束 至于说怎么样具体结束的话 他一直没有讲 很多人的话呢 都会觉得说不可能这么简单 所以说首先第一个 Waltz的说法上来讲的话 其实等于是符应了 川普原来在当总统之前的说的话 但是有一点重点是 从一月份开始 其实大家注意 川普是一月二十号 换而言之的话 他有三个礼拜的时间的话 要能够strike一个deal 意思也就是说 要谈出一个结果来 那么这件事情的话 川普本身所有的团队当中 包含他的副总统 范斯以及他自己的儿子小川普 还有他最依赖的马斯克 都强调过说 乌克兰不要再撑了 那第二点原因的话呢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川普目前为止呢 在做这事情呢 目前的局势的发展 川普跟普丁的话呢 普丁本身是大幅度的进攻 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今天的话呢 基辅这边没有一个角落是安全的 那么这个里面减凸显了 所以这边一个报道讲到说 基辅的独立报自己也承认了 美国有超过51%的人 就表示说大多数的美国人 是不愿意再看到这场战争 再继续打下去了 然后第三个最关键的原因 就是说川普本身是个生意人 他会希望说能够达成一个协议 让他能够满足24小时 能够停战的话 那么这个沃尔茨在做这个协议当中的话呢 就是要做很多需要补偿的地方 由欧洲国家来出钱 英国 法国 德国 他们要出钱 然后呢美国最好的话呢 一毛钱不要出 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那么这一场将近三年的战争到此结束 这个是基本上沃尔茨在这个新闻里面 所要呈现出来的重点 好 所以我们看到川普他急着 接下来他入主白宫要来结束战争 但我们现在要来看到 现在刚刚老师特别提到了嘛 现在普丁正在大幅度的进攻当中 如何结束这场战争 未来美国跟俄罗斯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有没有可能出现共管 也是我们要来特别讨论的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普丁 他终于是制定了这个和平计划 而且这个讲得很清晰 他说接下来乌克兰会分成一共是三块 然后这三块都要保持亲俄的立场 美国的方面我们来看到几个 来自X的推主所发的文 首先我们看到第一则 Alex Trin他发文指出 川普计划画面上我们看到 说将前美国驻德大使这位是Richard Grinnell 任命为俄乌战争的特使来结束战争 所以目的都还是要结束战争 另外一个推文是来自于推主 同样在X上面的乌克兰战争最新进展的发文 也说川普任命共和党的议员 这位是格林还有马斯克 来一起做这个精简联邦政府机构的 和资金的未来的工作 格林说了 他说加入政府之后他会立刻的完全停止 美国对乌的援助 所以美方的态度已经非常的清晰了 接下来川普入主白宫就是要停止拨款 停止这场战争继续下去 乌克兰分裂现在是不是可能成为定局了 会照着普丁未来他的和平计划的这个版本来做 未来有没有可能出现了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美俄变得很关键 那有没有可能两国一起来共管乌克兰的未来 华干哥怎么解读 好 格雷奈尔这个美国要派到前驻德大使 那他要当俄乌战争的结束的一个特使 你知道格雷奈尔他说什么吗 他说我是不同意战后乌克兰加入北约的 已经讲明了 讲在前面了 然后呢将会有自治区 也就是说停战之后会设立自治区 这个自治区已经非常明显了 你看地图都已经出来了 也就是说我之前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 那当然是继续占领 然后呢乌东那个四个共和国 对大家知道 卢干斯克 然后那个顿内兹克 还有赫尔松等等 这些已经是俄国占领的土地的话 继续占领 这是乌东 然后再过来呢 那就是基辅啦 就是首都这一线 基辅连到奥德萨这一线的话 要成为一个什么 要成为一个缓冲区 听清楚缓冲区不是乌东四周 是乌克兰这一线 这是要成立一个亲俄的政府 要成立一个 就是说对俄罗斯友善的一个 政府组织架构 那乌西呢 还有另外三分之一 是什么地方 是属于这个争议味觉地带 也就是说 整个乌克兰是一切成三块 那我认为这个是谁 这个提议是谁的提议 这应该是普丁 让川普能够接受的提议 那问题是现在川普 要怎么样去让乌克兰 接受这个提议 胜利计划里面 绝对不是这样写的嘛 那你今天川普到底有什么 本事可以让那个 德伦斯基说 好 我接受 我接受把我们国家 一切为三 然后一切为三之后 这个 我的领土已经被俄罗斯占领了 那就暂时占领吧 然后呢 我们会成立一个亲俄的政府 我现在觉得这整件事情 听起来都非常荒谬 因为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没有办法接受 泽伦斯基会接受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你看到这个 你就真的会觉得说 这非常的有趣 为什么 因为如果真的能够达成 而且两国之间真的能够停火的话 那我觉得川普应该去 又去可以参加 诺贝尔和兵奖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事情是不太 就是不切实际的 然后还有一个 川普已经任命的 马力乔泰勒 Green 他要干嘛 这个人是从川普开始 从四年前 他在当总统 就非常支持他的 非常支持他 他要跟马斯克 一起成立一个什么 一起成立就是那个效率部 对 效率部 他要当特派员 去监督俄乌战争的停战 对 而且他说这个战争 一定会在我们的监督之下 马上 我跟马斯克是最有效率的 为什么呢 因为总统 新的总统 就是达到这个意志 而且我跟你讲 我们马上就会停止 对乌克兰的军援 我跟你讲 他讲这句话 不是随便乱讲的 他一定是有经过川普的授权 不然你怎么敢这么讲 对不对 你今天被派为 就是特助 特别助理 要去参加这个谈判的话 你敢这样讲 就代表说 Green 他讲的是川普的意志 我们马上就停止对 乌克兰的这个一切援助 而且呢 让他们上谈判说 而且呢 这个反正就是 拜登 他的邪恶计划 整个战争都是他挑起的 现在终于川普上来 要把他给终止了 我觉得 讲出来的话都很硬 我们要看说 真的1月20号 川普上任之后 会有什么结果 好 一边是川普跟他的内阁 未来的内阁成员 Green 他们已经在讨论了嘛 接下来要赶快的来结束战争 不过这个时候 拜登还是在任内 现在看起来冲突 可能会再升级 甚至有没有可能 把这个核战给用上来 我们要来持续关注 纽约时报做的报道说 为了要避免战争再恶化 所以现在呢 威哲力很重要 美国官员就透露了 接下来 拜登可能会把在苏联解体后 当时被拿走的核武 说要归还给乌克兰 听到这样的言论 俄罗斯当然很生气 俄罗斯的前总统 就特别跳出来喊话 他说西方 你敢向乌克兰提供核武 那么莫斯科 我们会把你视为 攻击俄罗斯本土 再来是俄罗斯的外交部 同样出来喊话 也非常的愤怒 他说如果美国在亚洲 敢部署导弹 那俄罗斯也会考虑 在亚洲部署中短程导弹 这战火可以说是一触即发 我们来观察说 如果拜登真的把核武 归还给乌克兰 真的可能发生吗 重点是这核武到底 还存不存在了 那如果真的发生 会不会继续升高 俄武的态势 委员又怎么看 斯敏刚才提到的 就是关键的问题 到底有没有这批核武 那有这批核武 这批核武究竟是在谁的手上 因为如果你回溯当时的历史的时候 在1991年那个时候 乌克兰独立 它分走了俄罗斯 大概当时叫苏联 三分之一的核武的数量 所以包含了 这个可以配备在 载有六个弹头 或者是十枚 这个核子弹头的 洲际弹道飞弹 以及它 包含它33架的重型轰炸机 所以总共加起来 那个时候 乌克兰分走了 苏联 旧苏联时代 大概1700枚弹头 那是关键问题来了 当时乌克兰因为承诺 要加入这个核不扩散协定 所以他就愿意把这批核武 把它销毁掉 大家要了解 这是销毁 它没有暂存在美国那里 所以我不理解说 这批核武什么时候 飞到了美国那里去了 而且通常在做这个 核不扩散协定 这个大家都很有经验 彼此销毁 这个彼此的核武的时候 都是各自完成这样的任务 对方可以派观察员来看 但是很少有说 我拜托你帮我销毁 这不是那个垃圾代为处理的那种概念 那么而且 无法回收 对俄罗斯来说 他也绝对不可能同意 我过去的核武 交到你美国手上 这是完全不可能存在的事情 这包含他所有的技术 所有的参数 通通都给你送给了美国 所以我不理解说 纽约时报到底是从哪里 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 说拜登要把核武归还给乌克兰 那么我要讲的问题是说 对拜登来讲 或者对此时此刻来说 他一定希望俄乌战争越乱越好 因为刚才这个院老师跟干哥都已经提到了 川普极尽所能地希望让这场战争 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 川普非常清楚地知道 要结束一场战争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你说跑进来呼吁大家说 大家冷静彼此停手 不可能的 你唯一的办法就是 你让一方弹尽两绝 你既没钱你也没有弹 你打不下去了 所以大家只好上谈判座来了 因为现在显然看起来 这个局势不是俄罗斯不想谈 是乌克兰不想谈 因为乌克兰提出的条件是俄罗斯 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明眼人都看得清楚 关键要不要停在 要不要上谈判座 不是在普丁 而是在泽伦斯基 你要不要停 所以对普丁来 这个川普来说 他的策略很简单 我尽量地停止给你援助 你没有钱了 接下来你也没有弹药了 那你当然就只能谈了 那反其道而行 对拜登来讲 他当然就是在此时此刻要给川普添乱 他怎么可能让川普这么快地结束战争呢 就像干哥说的 川普如果结束了战争 拜登是历史的罪人 川普去领诺贝尔和平奖了 那这对拜登来说他情何以堪了 所以他现在这个时候 他要做了什么事情 赶快把手上所有的钱都给 这轮实机 剩多少给多少 全部都给了 让你继续打 接下来呢 我手上所有的武器 报废的过时的什么布雷器 甚至还扬言说 台湾的英式飞弹 要给整个核弹 他只想把这个局势搞得越来越乱 因为整个卫物的态势不断地升高 那么川普未来要解决的话 当然就更难了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群最蠢的人 就是欧洲的这些领袖 干他们到底什么事情 这明明是这个局势 就是拜登跟川普之间在做角力 这群家伙现在就跳进来了 一起说好美国不给 我们来给 所以我无法理解 欧洲的国家的这些公民们 是用什么样的态度 会去选出这么一群 脑袋有问题的政治领袖来 地本政治 内中之间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动心事件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敬战 环球 大建计 好 这一节产业的消息 我们关心关税战 美国总统川普 11月25日这一天宣布了 会针对从中国进口商品 将会在既有 本来就有的一个关税下面 再次额外的征收10%的关税 另外针对的国家 还有墨西哥跟加拿大 这个税收幅度 课征达到了25%的关税 另外中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 发言人刘鹏宇 他也特别发声明 他说中美之间的贸易 应该是这种合作关系 互利共赢才是好的 没有人会赢得贸易战 或是关税战的 墨西哥的政府则是表示说 贸易暴富只会伤害人民 加拿大的这位是财长 同时他也是副总理 他叫方慧兰 他也做了一个回应 他说川普将是加拿大 多年来最严重的一个威胁 我们看到川普的关税战 冲击的国家 包括了美国跟中国 加拿大 墨西哥一口气达到三国 这样子就能到 让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吗 关税战一定会导致 在美国境内 自己的通膨加剧 对消费者并不好 为什么川普还是硬要做 任老师怎么看 美国现在国内的政治 最大的两个共识 一个就是希望停止 俄乌之间的冲突 另外一个是大家 提高的共识要反中反华 那川普针对这两次的话 前面我们讨论很多俄乌冲突 那现在川普本身要表现的话 就是要对中国征收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一百 干什么都要征用关税 我觉得这里面的话 充分地显现三个迷思 这个迷思的话 显现川普的无知跟傲慢 首先第一个 美国动不动就拿关税来抵制别人 你要知道什么是关税 关税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人印出来了绿色的纸钞 然后拿给人家换一百块钱就换两条牛仔裤进来 美国人用纸换人家的牛仔裤 这种生意太好做了 美国的富裕就是来自于美元 事实上我们叫美金已经过时了 然后第二点原因的话 美国人乱花钱 所以才负债累累 美国是个负债国家 都不就拿关税 川普现在做的关税的话 他自己的新军的财政部长 叫贝森特都讲说 这个不能乱搞 这个美国一定会通货膨胀 因为大家要了解 因为你乱加关税的话 这个价格提高都会转嫁到民众 价格提高转嫁到民众 这不就通货膨胀吗 那美国本身来讲的话 现在是富得很富 穷人不至于太苦的原因是因为 从外国进口东西便宜 他敢做这个事 然后第三点我必须要强调一点 这个川普本身在1月25号 11月25号 这个就昨天了 他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真的是无聊 因为这个60天对他来讲 他要做一大件事 他不放点消息 他都忘了他在干嘛的 所以说他讲的是 他非常无聊 他在加10%对中国 然后加墨西哥跟加拿大 这个墨西哥很怕 因为墨西哥有名的话 就是上帝离我们太远 美国离我们太近 但是川普讲的理由是什么 加10%的理由是 因为芬太尼做的太多了 都是你的错 美国人要70芬太尼 我刚刚一坐下来 跟他在讨论 我说第一个 这个技术不难 再者的话 你有 只要你有需求 就一定有攻击 你不一定中国造的 然后第三点的话 大家知道 管制毒品 全世界哪个国家最严 一听就知道 一定中国 我们中国本身来讲 从林志哥需要 我们烧鸭片 大家都觉得内心痛苦得不得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川普编那个莫名其妙理由 我觉得一笑自知 川普是因为怕人家 忘掉他在干嘛 因为最近的马斯克 在他家里住的又不走 又很有名 要搞了一大堆 所以他这个根本都制造消息 这个关税要加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 大陆已经做好准备了 就是放弃幻想 准备斗争 就打到底 因为美国总是觉得 自己的消费能力 就是要提高人家 关税的理由 从来不知道 美国为什么 最起码的制造业都没有 美国根本工人 都不适合生产 太贵了嘛 好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中国大陆 是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因为川普就是已经威胁 针对中国商品会有 克征60% 这么高的一个关税 经济学家特别 这一位是威廉斯 他是在投资公司的一位 经济学家 他特别说 最近美元走强 就是反应对于川普 他胜选的一个反应 而且他特别提到说 现在中国大陆的货币走落 其实可以冲低 这种关税的影响性 我们看到北京 如果是故意的 因为我们看到人民币近期 确实是在走落的 那如果是北京政府刻意做的话 是能够就能够销毁 未来川普贸易战2.0的冲击吗 但是人民币走贬的话 是否又刚好违背了 现在中国大陆 他们政府的希望 就是人民币要走向国际化 再来就是说 人民币如果持续走贬 会对国际经济 又带来哪一些影响 委员又怎么解读 大家如果回溯到 当时二次世界大战 会爆发真正的原因 大家就会发现说 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会爆发 不是因为政治因素 也不是因为宗教因素 它百分之百 就是因为一个经济因素 而且始作俑者就是美国 因为美国当年 1929年大萧条之后 美国的当时继任的总统 用了错误的关税政策 他用过高的关税 为了保护国内的产业 最后就导致到 世界各国当看到 美国把关税提高了 大家为了要因应 这个关税的冲击 唯一的办法是什么 让自己的货币贬值 我的货币贬值了 你的关税提高了 我的价格就仍然具备竞争力 所以导致到全球的货币系统 完全崩跌 那么因此在那个时间点 钱几乎不是钱了 就是你无法相信 你手上拿了这个钞票 在明天之后 还是不是具备这样的价值 所以最后导致到 各国为了这个生存 要市场 所以要必须找殖民地 要这个原料 也必须找殖民地 然后就开始进行了并吞 开始进行了这个侵略 所以第二次战争才爆发了 那么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人类为了避免战争 才痛定思痛 召开了当时的布列敦森林会议 就是强调了两件事 第一自由贸易 为了要推动自由贸易 最基本的概念 我曾经说过 你用钱买得到 你就不用用枪去抢 所以大家要买就好了 那么因此就要推动自由贸易 降低关税壁垒 第二个就是IMF 就是稳定各国的汇率 那么今天川普当选之后 他要走回头路了 他说关税是最美丽的字眼 可是殊不知当年 1929年的时候 美国当时的总统 也认为关税是最美丽的字眼 可是关税不但没有解决 当时美国的问题 反而造成了世界全面的大战一场 那今天大家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刚才像思敏讲到的 人民币要不要贬值 其实不止人民币 今天你像墨西哥也好 加拿大也好 我面对你客户25% 我要因应你的状况 我怎么办 我只有几种可能 要么我就成本降得更低 我的产品更具有竞争力 要么刚才让我货币贬值就好了 这什么了不起 我就货币贬25% 你那25%的关税等于没加了 那当世界各国 如果分分都采用 让自己货币贬值的方法 来因应美国的关税 或者世界各国都纷纷开始 架起关税壁垒的时候 那么坦白讲 全世界所有的金融体系 就一片混乱 那你说会不会冲击到 人民币国际化的精神 那个时刻 人民币国际化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全世界的汇率一片混乱 大家的货币体制都进行 都快要濒临瓦解了 那你说这个时候 在谈人民币国际化 已经是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但是唯一的可能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真的不信 全世界在大乱一场 那么人民币的确有可能 在大乱之后 我们可以寻求取代美元 成为这个国际的通用货币 好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面对川普的高关税 各国接下来可能可以看到 就是用那种货币贬值 来应对现在眼前的问题 不过首当其冲的 我们也要来看到 会不会对苹果造成影响 因为这个苹果执行长 库克最近到北京去 这是他第三次去 那他除了强调跟供应链 中国大陆的供应链很好之外 他还特别说了 目前苹果200家主要供应商中 有八成都是在中国生产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川普的高关税 会不会让库克第一时间 就直接受伤呢 干哥我们等答就好 谢谢 你看 你看苹果老师跟大千委员讲的 都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 你要提高关税 到底能不能挽救你自己的经济 我们的答案全部都是一致的 不可能 谁来讲话 库克来讲话 苹果的执行长 库克他今年第三次去 他就是告诉你说 我还是要去200间 200家里面 80% 我的主要供应来源 是什么 是中国 那今天要 我们要怎么样放弃中国市场 而且他说 他们最近的旗舰 机种叫iPhone14 Pro跟iPhone14 Pro Max 仍然是1111 双11 那个销售的冠军 虽然已经跌两成了 别人跌五成 他只跌两成 所以他说 这种市场 我能放弃吗 他就知道说 库克他今天会第三次去北京 不是没有道理的 他 拜托他是商人 他还是要 他还是要看到现实面 所以我觉得 苹果是一个指标 也是一个风向 将来你是没有办法 用关税来打压中国的 华干哥 我们又如何看 川普的关税政策 可能谁会得利 谁受害 我通常短答就好 当然一定是 一定是 我跟你讲 一定是美国自己本身会受害 为什么 美国自己架了 这么高的关税壁垒 一样受到这么高的 中国现在最有可能 被克制到30%的关税 难道中国 他就不会想尽办法 来对美国 是以报复吗 报复的方式非常多 只是我们现在一时半刻 不要在这边讲 其实慢慢慢慢就看到 中国对于美国 克征相应的关税 以及他 他就把自己的货币给贬 对不对 我跟你讲 已经在开始贬值了 而且到了明年的第一季之后 中国会再 缓步追上来 好 谢谢华勘哥 那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人政治 内中之间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东西 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近战 环球发展 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核武 现在可能看到是不存在 但是俄罗斯的部分 在核武的部分 早就已经开始做好准备了 BBC特别报导说 当时在2022年2月24号的时候 也就是俄罗斯 他当时入侵乌克兰的第一天 核武基地就已经进入了 全面作战的戒备状态 这是来自于当地的一个 俄罗斯的逃兵所透露的 他说呢 在基地那边也经常做演训 而且士兵他们的动作 已经到非常的熟练了 两分钟时间就能够立刻就位 来进行打击 好 再来提到的是 一直反战的是这一位 德国的前总理梅克尔 他也特别谈到了俄乌战争 他说还好当年 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没有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要不然俄乌战争 早就已经开始开打了 那梅克尔还说呢 担心普丁会使用武力 所以他特别提醒了 这些西方国家 说你们一定要避免 任何国家去使用核武 这一次他还特别提到了中国 他说还好中国是希望 避免使用核武的 一定要记得俄罗斯啊 它是除了美国以外的 最大核武国 好 我们请渊老师来看 怎么看梅克尔 针对核武的这些言论 那特别 这次点名到了中国的立场 表态这么的重要 原因是什么 Angela Mekker是 德国战后的话呢 少数基因的领袖啊 我2010年之后 在柏林开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到了晚上的时候 他手讲话了习惯 把手围成个菱形 那个时候的话呢 整个他的军选海报 就是Mekker 他的手势一出来 连脸都没有 大家就安心了 永远是高票当选 为什么 因为他非常聪明 有的时候 我必须坦白讲 有的时候他到台湾来访问的时候 那时候 刘兆玄的那个院长 跟他讲说 我们两个人 对政治的判断都很准确 我们相信政治里头只有几率 因为我们都是学化学的 好 我们拿大军 也是学化学 因为我们政治家族 有做的判断 才会蠢到不能再蠢 因为只有赢跟输 所以不知道 这是个几率问题 那川普讲的 就大概另一个问题 我必须要强调 Mekker之所以聪明 他非常了解这种情况 第一个的话呢 他是竭力地阻止 没有让这个乌克 来加入北约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要发展 德国的经济 我在欧洲住的时候 德国经济是如日当中 一枝独秀 变成了整个欧洲相对而言 是稳定的力量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说 Mekker跟 因为他自己是东德人 那个普丁刚好 是东德的KGB的老大 他们原来就认德 德国都非常流利的 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 他 普丁会把信号告诉他 只要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的话 就什么都好看 所以他自己非常注意这个事情 所以Mekker的话 现在不在 真的是欧洲非常需要个礼袖 我有时候讲到这个事情 我听说大先讲 我难过 因为我在欧洲浪费了我的青春 那现在到了一个 蠢蛋的环境下 你应该对我 寄予无比的同情 然后第三点的话呢 我觉得Mekker讲出一些心理话 就世界的大国当中 只有中国是支持世界和平的 我刚刚查了一下 就是美俄英法 他们都是 动不动拿出核武啊 然后英国跟法国 凭什么讲这种话呢 对不对 俄国讲这种话的话呢 就是最后掀桌子 所以核武都摆在桌上 大家要了解 核武这东西要发射出去 你之前的准备要很长时间 一定要有这个逼透露出来 两分钟内 通通已经做好准备了 如果你来用的话 我们马上就回应 那我觉得大陆本身来讲的话 也是个核武大国 不过Mekker讲得非常精确 就是还好中国一直出去世界和平 如果中国这次已经下海的话 那直接大乱了 好 谢谢任老师 再来我们持续来关注 乌克兰的第一线的战况 我们先分成空战 然后再来看到陆战 空袭的部分 乌克兰空军特别提到了 俄罗斯在11月25号 也就是本周 周一跟周二的这个期间的夜间 对乌克兰发动了猛烈 而且他说是创纪录的 来自无人机的袭击 这一次统计到 是发射了188架的无人机 其中包含了伊朗 他所设计的见证者无人机 莫斯科还发射了四枚 是来自于伊斯坎德尔M弹道导弹 对多个地区造成了破坏 而我们看到 俄军大面积强力度的攻击之下 实际战果又是如何 刚刚提到的是空战 我们来看到陆战的部分 现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 也做了一个报道 俄国的南方军区第51集团 军他们在突袭部队的支援之下 已经攻陆了 对那此刻 他里面的库拉霍卧的市中心 泽伦斯基自己也这样说 他说确实现在乌军在库拉霍卧这边 事情是艰难的 而且泽伦斯基特别提到了 这个乌方的军队也这样说 过去一天真的是交战 前线发生了超过200次的战斗 路透社也报道 光是11月份 俄罗斯的军队在乌克兰取得的土地 等于伦敦一半的面积 这样子的面积跟这样的速度 已经是最快 也是战争爆发以来 目前最快的了 那本月呢 俄罗斯已经拿下了 大约667平方公里的土地 和平谈判之前 我们看到俄乌现在猛攻狂轰 接下来战况会不会变得更加激烈 尤其我们提到的是第一线的状况 华干哥怎么看 2022年的俄乌战争开打以后 二月开打了 然后开打到七月 二军进入到乌克兰领土 就没有动了 就没有动了 大概占领了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 就一直没有动 就打来打去 大家就一直听到他们 不断地这个 就是说冲锋 然后你来我往 其实我跟你讲 这两军之间是没有太大的进展 两年来没有太大的进展 是大家一向的印象说 我们不是三个月前就已经打到红军村了吗 我们现在还没打进去 好 我跟你讲 那个是一个包围的态势 也就是说 俄军他其实没有那么快地去动员 但是到了七月之后 态势就急转直下 到了八月 到了八月 你就突然发现说 俄罗斯的部队 他怎么进到库拉霍霍了 他直接到了红军村的南方 去围库拉霍霍 还有很多城市都已经陷落了 那就是让你这个地方孤立起来 所以整个战线长达一千公里之长 到了十一月的时候 已经占领了 光一个月 光一个月 三十天之内拿下半个伦敦 半个伦敦多大 两百三十五平方公里 一个伦敦大约将近五百平方公里 所以拿下了半个伦敦 大家听起来半个伦敦有很大吗 像一个台北师那么大 比台北师大一点 我可以告诉你 很难 为什么很难 因为乌军都是最精锐的 比如说第四十七机械化旅 跟第七十二空降旅在前线 所以我老实讲 这些人补上去的都是精锐 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 有效的口袋把它收紧 就是因为说 这个是最前线 这个是一定不能 兵家必争之地 绝对不能够让二军攻进来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其实这半个月来的进展 非常的大 就非常的大 那到现在为止呢 你说也发射了 我们上次 上个礼拜说 它发射了这个RS-26 或者是说真果树飞弹 现在又发射了伊斯坎德飞弹 俄罗斯这种飞弹非常多 它的武器库里面非常多 就看它什么时候 要拿出来用而已 但是我跟你讲 现在我们还是要讲到一个重点 其实普丁的脑袋跟川普的脑袋里面 想的可能是同一件事情 因为川普他现在就在想说 你那拜登怎么一直叫我 一直要送钱过去 干嘛 为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要在我来接任你的时候 我该给乌克兰的钱 都给了你知道 其实我跟你讲 川普现在想的也是一样 也是一个前置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才终于说出来 他们的目的是说 因为乌克兰可能有两到七兆的稀土矿产 要用稀土来赔付 你欠我的46亿美金的战争战 所以说 川普打的是这个如意算盘 当然我们听到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心里有会想说 到底是真是假 对不对 就有点像说美国要把 刚刚大千讲要把 本来是给乌克兰的核武器 还给乌克兰 那个核武器还是在乌克兰那边吧 还是在俄罗斯手上吧 这个美国是把核武器运来再运回去 那个不可能的 因为历史上 也就是我们文献上 没有这样的记录 也就是说这个新闻是怎么来的 我也很存疑 所以没有这样子的核子武器 转运的事件 这件事情是很莫名其妙的 而且早就该被消毒 假消息 约时报写的假消息 跟民进党学的 我们专家看起来都觉得是 我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那叫胡说八道 好不好 所以要把乌克兰的旧核武 还给乌克兰 那东西在谁手上 那不是在俄罗斯手上 那俄罗斯怎么可能可以给你 这个是没有逻辑的新闻吧 OK 大概就这样 所以这场战争我们看到 其实还涉及到这个 整个是商业利益 我们现在看到俄罗斯在持续的推进 那其实俄乌双方都有自己的外援 首先在俄罗斯 它是来自于朝鲜的外援 那我们等一下也会讲 这个乌克兰 它有来自于南韩的外援 在外援的部分 乌克兰的国防部特别透露 说北韩向俄罗斯提供的 它的飞弹 包括了有100枚的KN23 还有KN24的短程弹道飞弹 另外还派了军事专家 去维护这种飞弹的发射器 乌克兰也说 其实从去年底来 俄罗斯就一直用这些飞弹来攻击乌克兰 比较特别的是 这当中还发现 这个零件制造箱是来自于英国的 好 刚刚也提到了 乌克兰的方面则是由南韩来帮忙 在乌克兰的部分 外长跟南韩的外长 这一次特别进行了场边的一个会谈 也透露说 乌国近期会派他们的特使出访南韩 讨论的就是因为朝鲜援俄 他们要做一个情报的交流 南韩也公布了 确实未来可能就会有新一波的援污方案 一边我们已经很清楚看到 就是俄罗斯加朝鲜 另外一头我们又看到是 乌克兰加南韩两大势力 川普他一直喊 他说希望停战 希望能够停战 但是我们看到这时候南韩 还说持续的要援污 到底南韩他的想法是什么 委员怎么看 造成全世界现在战火不断 这个纷扰不停的情况 这些世界各国的政治人物 大概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坏 坏的政治人物 譬如像拜登 像纳坦雅胡 像哲伦斯基 这些人各自有各自的盘算 所以战争对他们都是有利的 那么第二种就是笨 那么笨的政治人物 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了 像德国的肖茲 法国的马克宏 这到底要多笨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无法理解 南韩尹徐月也现在差不多了 就还是那句话 尹徐月到底干你什么事啊 就北韩去援助俄罗斯 那是北韩跟俄罗斯 有军事同盟的关系 你跟乌克兰有军事同盟的关系吗 你这个时候掺那一手 到底是闲着没事干 你是觉得这个首尔 是不会被打就对了 特别是大家知道 现在南北韩是陷于一个停战状态 而且南北韩现在彼此的关系并不好 而且几乎已经跌到了谷底了 就是北韩已经扬言 未来没有打算要统一 南韩不是跟他同一个国家 炸断了彼此所有的联系了 看起来两边可能这个冲突就一触即发了 你南韩闲着没事干 不就好好保护你的首尔 你现在还去参一咖 跑到了这个俄乌战场上去提供飞弹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逻辑 而且我觉得最妙的是 美国跟西方国家 对于北韩去援助这个俄罗斯 觉得这是不可饶恕的问题 可是他们自己都没有想过 那你们援助了乌克兰多少 乌克兰的飞弹 乌克兰的飞机 乌克兰所有的武器 不都你们给的吗 那你们给了他这么多 北韩这种国家给他一点 你们有什么好叫的呢 不要说北韩啦 现在你看到 燕门胡塞武装组织也准备加入了 坦白讲这些东西 大家要知道北韩 胡塞武装组织 伊朗 中国 俄罗斯 原本当然跟美国都是不对牌 也是美国不like的对手 可是原本他们彼此之间 没有这么紧密的关系了 都是因为你们这群 又坏又笨的政治人物 把他们绑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局面是你们造成的 尹徐悦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一个蠢字 就今天南韩要面临到 来自于北韩的威胁 已经是非常严峻了 而且各位要了解 北韩是一个 不按照牌理出牌的国家 说难听一点 他真的挥军过你38度线 你能怎样 你到底能够怎样 打一打停一停 打一打停一停 对他一点来说都没差 反正他的人民过的日子 本来就很辛苦了 跟你南韩经得起吗 所以今天是南韩经不起 这样的瞎折腾 而南韩的政治人物 却笨到说跟着 美国跟欧洲的这些领袖 一起缴获在 俄乌战争的战场里 最后赔上的是什么 最后赔上的 一不小心就赔上了南韩人 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 经济成果 好 所以我们再继续 看到多一点的国家 刚刚看到的是 朝鲜跟南韩 现在来看到欧洲 那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 德国的部分是 唯一目前比较稍微反战 然后稍微 态度上稍微 稍微保守的国家 德国不提供他们的金牛做飞弹 那他们也证实说 俄罗斯跟欧洲国家 正在关系恶化 所以德国其实很紧张 他们现在正在拟定一份 叫做防空设施的清单 那也做手机APP 就是说 如果接下来发生什么事的话 民众就可以用这些来做避难 所以德国看起来 是非常的紧张的 现在 几个比较鹰派的国家 先来看到英国 说要提供数十枚的风暴指引 那也是英国首相 施凯恩上任以来首次 再来另外一个鹰派国家 就是刚刚提到的法国 他说我们支持乌克兰 是没有任何红线的 其他国家也不应该有 但是问说 会不会派兵来支援这场战争 他们又比较保守了 又说 我们不舍弃任何选项 这话也讲得非常的模糊 瑞典同样的 是要来做这种 战后的军工企业的商机吗 他们说接下来 会在当地 乌克兰当地 生产长城的飞弹跟无人机 来帮助他们 那瑞典还说呢 明年跟后年 每一年还会拨款 22亿美元的军备给乌克兰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除了德国之外 其他英法瑞典 他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这么英派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是想要成为欧洲霸主吗 那另一方面 德国他现在在做防空避难 是已经感受到 可能会有威胁发生了吗 岳老师怎么看 我这个完全是从分析 这个笨的阵营 从坏的阵营 我就不要分析了 那德国不是制造的吗 对不对 你讲那个肖子的话 本来我们刚刚讲到梅克尔的话 他说在我任内 他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乌克兰绝对不可能加入北约 只要说这句话 那普丁基本上的话 也就OK了 就没有任何事情了 那你现在搞到北溪管道炸了 冬天马上要来了 德国人不能不洗澡了 对不对 那我们系上也有德国同事 他们现在就是垂头上气的 以前很得意 说我是德国人 那现在一讲 就是笨的代表了 对不对 那个其实讲起来的话 也是非常麻烦 那这最笨的话 就是英国跟法国 一直不断地在拱火 其实他们这两个应该是又笨又坏 为什么 因为他们笨呢 是因为他们本身来讲 他们这个要提供 继续提供武器 希望他打下去 人家拜登是拉不下脸来 继续要搞 那他们跟着学 那么坏的是 因为他们隔得很远 你知道吗 所以说他们是嘴巴讲一讲 而且实际上的话 讲的事情 尤其是法国 讲话都是模拟两可的 就说我们不舍弃任何选项 废话 哪件事情是绝对舍弃选项的 这根本都讲不清楚 不过我觉得 他们所谓的金牛座的飞弹提供的话 对于德国来讲 因为普丁现在是看准了德国 这个金牛座的飞弹 是德国跟瑞典联合出产的 韩国也在用 他们基本上的话 就是普丁会讲说 对于英国法国 因为隔得很远 他们是杂呼杂呼的叫一叫而已 但是德国这边的情况就很不一样 因为他们很近 再加上的话 德国萧茨因为笨到极点 一开始表现得非常积极 现在突然伟大不掉了 然后自己的话 我觉得梅克尔之间的 接受采访的这段话 对他产生了很大的警讯 因为萧茨到了明年 二月就要提前改选了 根本就等于是看守内阁 他基本上是颇脚压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 就是因为连德国内部的 极右派啊 所有人通通都在反对他 像是在德国的支持率 怎么低到什么程度都不来想 我跟你讲 德国现在要救的话 可能梅克尔要重新出山 刚刚讲到瑞典的态度 老师又怎么看 然后未来谁会成为欧洲的霸主 您认为 瑞典根本就不行了 非常小的国家 非常小的国家 瑞典才刚刚加入北约 但是我必须要强调 我跟斯敏要强调一个重点 就是说他们这些外交官 讲到自己国家代表的立场的时候 包含卢森堡这个小国也非常强硬 这是国家的尊严问题 那你其实你拐啥用呢 以前为什么叫芬兰化 就是芬兰在俄罗斯旁边 啪的要死 现在加入北约了 那美国现在搞成这种样子 美国换了川普以后 现在他就想办法谈谈谈谈 然后到时候说 我一宣布20小内结束了 他现在要干的是这种事情 那所以欧洲的国家的话 为了面子就在那边死成活成的 我不太懂这真的有啥意义 而且欧洲国家 其实现在都已经会要崩盘了 就如果大家看一下 刚才老师讲的 像德国连续两季经济负成长 对 然后德国的企业出走这么严重 法国 大家看一下法国的债券的价格 有升到多高了 升到几乎已经超过 西班牙跟意大利了 法国自己都有债务危机了 所以欧洲都会要崩盘了 想谁是霸主有什么用 一群乞丐里头 然后争谁是我 盖帮帮主 选个盖帮主 就这样子 好 谢谢 没啥意义 谢谢委员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人政治 内争之争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博生存 现在与未来 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近代 环球大正先 好 最近我们来 特别关心到 这个是来自最新消息 中国内部的整顿吗 英国金融时报做了一个报道 美国前任还有现任的官员透露说 中国大陆国防部长 董军 涉嫌贪污 遭到内部来做一项调查 美国官员指出 习近平主席正在解放军的内部展开新一波的一个调查 而董军就刚好在这个当中卷入 不过目前是还不清楚他面临是何种腐败的指控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董军第一次被外媒爆料有这样的事情 回顾2023年12月的时候当时这位是中共的原海军参谋长胡忠明 他接替了董军的位置担任海军司令员 外媒就揣测说董军为什么被解雇呢 他们认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2023年12月的时候 有一个谣言说中国的093型核潜舰在黄海失事了 所以董军要做负责 但之后反而看到的很奇怪的事情是 董军还高升了接任了国防部长 上次董军等于是被黑了 那这一次金融时报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报道 卷入贪腐调查 这真实性到底还有多高 还是西方的媒体有其他的操作 华干哥怎么解读 思敏你知道吗 中共军方权力最高的人不是国防部长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董军 他是第三个被下台的国防部长 但实际上中共军方权力最高层的 叫做中央军委副主席 那才是最高阶的 那其实他在去年12月被吴忠明接任海军司令员之后 他竟然没有进入中央军委会 那个时候人家就觉得很奇怪 但是他后来又接任了国防部长 就认为说大概没事了吧 可是你没有去进到中央军委会 那个委员团里面 就是让人家会猜测 一般而言一定要进去 那代表说什么 代表国家主席对你的信任 我把军权交给你 然后你要是成为副主席的话 那就是集军权于一身 国防部长在中共的这个军阶体系里面 他只是一个对外的一个代表 也就是说对外要 比如说要参加会议 或是参加一些演习 或是对一些条约的签订 那是国防部长他的使命 他的责任 可是真正权力是抓在 中央军委会的副主委的手上 所以你现在就可以晓得说 董军他在这件事情上面 非常不寻常 他被取代之后 他没有进入中央军委会 然后他又做了国防部长 然后到了这个 这个等于是一年不到的时间 他又下来了 那是不是又是因为外界所揣测的贪腐 我们不揣测 我们不揣测 他究竟是不是因为 什么违规或违纪问题 其实违规违纪指的就是 可能会有贪污的现象 但是董军这个情况 会让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习近平绝对不再允许有任何军头 敢背着我做这些事情 这是非常重要 这个信号就是他指出来 他点名的就是说 今天董军这件事情 因为他是非常突然的 突然被下台 所以说代表说 习近平他要维持 他这个整个国家的力度 的那个决心 是不会改变的 好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很吊诡 目前还在 我们持续 因为得到的是最新消息 我们还在持续的了解当中 事实上金融时报 也针对这一起事件 做了一个报道 这一次被调查 其实可以发现到中共解放军 已经连续三位防长 都是因为涉贪为由 遭到调查 画面上我们看到这三张照片 第一个刚刚说了 董军马这不到一年 就是因为贪腐 然后现在调查 再来就是前任的 李尚福他不到七个月 再来魏凤和 其实也是因为贪腐的原因 那到底怎么一回事啊 远老师 我觉得有两件事情 我需要纠正一下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 他是涉嫌 正在接受 underinvestigation 就是涉嫌 就在接受调查了 结果没有完全出来了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我片面所知 就是这个并不是涉贪的问题 而是可能涉及到 或者是泄密 或者是说这种情况 但是大陆这种事情的话 属于最高机密 你想要知道详细情况 并不是那么容易 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要讲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 所有的人都应该要注意一下 大陆的打贪反腐 是非常认真的 这个是因为打到军方 这个最高层的将领的话 那如果跟大陆有点来往的话 就发觉军人的地位 在大陆跟在台湾那体意义不一样 在台湾的话 退仗动不动取消你退休金 在大陆就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情况的话 就是我可以看得出来 大陆对于解放军特别重视 前阵子都是珠海的航空站 准备打仗 准备打仗的话 本身来讲的话 纪律上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就是从魏凤和开始 到李尚福到董军这边的话 在调查 当然魏凤和跟李尚福事情确定了 董军事情正在调查 我们不做妄加揣测 然后第三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这整个来讲 是一个好事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 从满清开始败落的话 就是说有贪污腐败的话 不稀奇 拿出决心来要治疗贪腐 倒真的很稀奇 没有一个人办得到 你认为台湾没有贪腐吗 你认为日本没有贪腐 美国才严重 我所谓的严重 当然也是开一些报道 但是我觉得 能够治万事用重点 就是这种做法 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当然了 粉丝太平的人会觉得 有点丢脸 事实上丢这点脸的话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那何乐而不为呢 好 所以是贪腐是泄密 现在目前没有人知道 那其实董军 他从去年担任国防部长 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 有所功劳的 尤其在海军的方面 那此刻会被习近平主席给盯上吗 委员又怎么看 因为这期间还包括了 在今年有福建舰 跟多艘055的舰军等等 所以我们看到海军的表现 相当的亮眼 委员怎么看 董军接任国防部长 当然当时引发了外界高度的关注 最主要的原因 刚才干哥提过的 第一 他是第一位没有进入 这个中央军委会这样的一个圈圈内的国防部长 他是没有身兼中央军委会委员的职位 那么第二个是他是海军出身的 这两个都是第一 就是从中国大陆建军以来 他是第一位 海军出身的国防部长 所以当时外界看到董军出任国防部长的时候 第一个直觉的反应就是 习近平要整顿火箭军了 那当然整顿火箭军 我觉得院老师讲到的重点 其实中国大陆的整顿未必一定是贪污问题 当时火箭军曾经谣传严重的泄密问题 包含他们的这个火箭军的将领的子女 在海外被吸收 这些当时有各式各样的谣传 但是对中国大陆来说 它是一个重面子的政权 所以就算有这种事 他也不会讲出来 反正一切都与双开 什么社谈社反腐 用这样的理由把它包进来了 那再结合下来讲说 董军这次的事情究竟是真是假 当然第一因为他是金融时报 坦白讲我对金融时报的可信度 一直我都存疑 因为金融时报一直是西方 这个政治人物放话的一个很重要的管道 就像我们刚才讲到 连纽约时报讲的那个 都让我们都觉得高度存疑了 金融时报这个我觉得 除非有更多的消息披露出来 我们才能够确认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就算真的有这件事 我觉得月老师讲的非常有道理 就是这也是个好事 这有什么不好 这代表习近平全力的要整顿 中国大陆的军方 我们不要讲别的 刚才老师讲过 当年满清 为什么不能打 因为贪嘛 甲午战争怎么输的 甲午战争的那个炮弹 就是假的 根本打不出去 就是不能打 所以对这个习近平来说 他这个时刻去整顿军方 不管说将来会不会有一场大战 但是现在显然看起来 国际间的各方势力 对中国大陆都极为不友善 那在这种时刻 你要强军 你要建国 你要保卫这个国安 你军方必须要先巩固起来 那如果你还是继续用这种 像筛子一样的一群团队 然后你所有的消息 都可以泄露出去 包含当时我记得 他整顿火箭军的时候 是因为火箭军联 全中国大陆布防 美国都掌握了一清二楚 还给你出一本书 告诉你说每个地方布了哪些人 有多少这个火防兵 他都通通给你布出来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习近平来说 你不管是处理这个泄密的问题 或者是你处理贪腐的问题 他在此时此刻 用雷厉风行的手段 一口气整顿了三个防长 假设董军是其中之一 三个防长 那么我们当然希望 他能够在中国大陆的军方 树立一道威严 让中国大陆的 这个解放军的将领知道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什么该做 什么不可以做 碰哦 那么因此 董军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可以 再做后续的观察 那但是不管 他是否有涉入 其实我觉得 习近平在这段时间 对中共军方所做的 一切的整肃 是值得台湾警惕哦 就是 你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 开始要整肃军方 就是因为你准备要打仗 你要看看你的兵能不能打 那么中国大陆